你相信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吗 这是一张七个国家的宇航员 在执行任务前拍摄的珍贵相片 但在一场大型粒子对撞实验后 地球不但离奇消失了 一名黑人宇航员还惊恐地发现 照片上的中国宇航员 竟然变成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但很快就发生了一件惊悚的事情 他们竟然在空间站的一块金属板后 找到了一个叫做米娜的女人 她不仅全身多处被电线贯穿 意识也即将陷入昏迷状态 在救出女人后 宇航员们对她进行了紧急治疗 但在接下来的审问中 米娜却说自己是空间站的工程师 还准确地说出了所有人的名字 却唯独不认识叫小张的中国宇航员 但艾娃却告诉她 小张才是加速器的工程师 而且队员们也根本不认识她 然而接下来 她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次的粒子加速实验之所以会失败 都是因为小德在暗中破坏了加速器 队长起初并不相信女人的话 但在查看过小德的通讯记录后 发现她一直在用加密信号对外联络 她立即找到小德 二话不说就一拳将小德打倒在地 面对愤怒异常的队长 小德却一脸地发懵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世界观 此时一名维修工程师 正在用磁流体加固受损的仓体管线 可就在她细心检查时 突然 她的一只手臂被吸进了墙体 工程师着急地想要把自己的手臂拔出来 接着却产生了一股更大的吸力 把她的整条手臂都吞了进去 听见动静的队员急忙赶来救援 可那股吸力就好像拥有生命 把工程师不停地来回拖转 队长急忙抓住工程师 想要依靠蛮力把她救出来 但尝试过后却发现根本没用 最后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才将工程师拖出了墙体 然而他们却惊恐地发现 工程师的一条胳膊竟然不见了 但离奇的是 工程师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疼痛 她的断臂就好像是天生如此 此时距离地球消失 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被困得晓得突然看见了惊悚的阴霧 她急忙让所有人马上过去 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工程师丢失的那条手臂 而且还是活的 他们急忙用玻璃箱罩住手臂 观察她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而那条手臂好像拥有生命 正不停地用手指比划着什么 他们急忙找到一只马克比蒂给她 接下来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阴霧